它當然是登幕艦隊的分訪案 這個之間的相關的訪問佛留 這當然是國防部他們很重要的 例行性的一個重要的任務 外交部我們在分工上 我們歷年都配合國防部的相關的決定跟安排 那依據國防部他擬定的這個任務的宗旨 他們擬定的目標跟這個需求 我們提供相關的行政的協助 定請我們在這個有關於他們指派的敦訪國的相關的這個助館 我們會去協助進洽並且辦理 協助辦理他們在訪問期間 有關於伏給交通節目等行政的安排 那當然這個目的呢是達到國部邦誼 宣偉朝鮑等發揮外交的一個縱向 在這一方面呢 外交部跟國防部我們是齊心合力的 基本上我們是立場是一致的 那有關於我們大家今天很關心的這一個 109年的敦睦遠揚訓練支隊 責定訪問國流的事情 相關的評估是由國防部 他們依據專業的考量所做成的決定 外交部表示尊重 所以這個是由他們做的一個決定 外交部基本上呢 我們全力配合也提供相關的這個行政的協助 因為剛剛大家有提到的確是 因為我們有看到了這個 有相關的軍官的染疫 所以我們目前安排我們住 國流的大使館 我們技術團所有的這個同仁 還有我們的僱員還有我們的眷屬 是在4月21號的時候 會配合國流方面的安排 來接受國流國家醫院 Melo National Hospital 來進行採檢 相關的檢測的結果 預計是在4月22號左右的時候 會出爐 那我們同時呢也是國防也規劃 在他們每天的一個採檢能量 防疫的範圍之內呢 來安排曾經有接觸 跟我們這個敦睦艦隊 支隊相關的官兵的國方的人員 以及我國的僑胞 也會陸續的進行檢疫 因此呢 在這個之外呢 要再強調了 目前我們跟國流 基本上幫你穩固 雙方的溝通也非常的密切 就這個議題有很密切的一個聯繫 跟一個合作 那此外我們也看到了 在日前我們的國家已經將相關的 這個捐贈的物資 以及兩萬的口罩 已經這個捐給國流 你看到4月20號的時候 有我們的民間的這個組織 也是集資了相關的防疫的物資 也是捐給國流 有國流的副總統 歐尼羅 Raymond Oller 以及他們的衛生的庫長 Annis Roberts 他們來代表這個接受 以及他們對我們政府 以及人民的相關捐贈的物資 他們表示極為感謝 我們在這邊會持續的 跟國流方面共同分享 我們抗疫的一個經驗 以及抗疫的相關的重要的資訊 會強化相關的一個合作 那如果有相關的這個 情勢的時候 我們看相關的檢疫的出爐的這個結果 我們會做妥善的這個因應 目前有關感染源 由指揮中心目前還在 有個專家在評估調查當中 所以我想我們先要進一步的 釐清的感染源 是在哪裡 然後以後我們再做 其他的投資的一個處置 這麼說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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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舞